好,我们上一节呢,做了一个利器 那么下面呢,我们做这个利器 那么这个利二,利二呢,是这么一个电路 那么在投资电路中呢,已知 U1呢,等于10伏 这个字,U1呢,等于10伏 I1呢,等于5安培 U2呢,等于0 那么这短路,U2等于0 I1呢,等于22呢,等于1安培 那么短路呢,有个短路电流 但是,电压呢,等于0 但是这个电流呢,等于1安培 U2呢,等于10伏 这个呢,开路电量等于10伏 现在让你求一下U1 好,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把这个题目呢,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呢,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使用这个 能不能就是说 使用这个特略跟定律,马上把它求出来 好,大家把这个 两个图呢,看一下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它做一下 好,那么U特略跟定律2 其实U特略跟定律2呢,有个啥问题 你看,那么特略跟定律2的话 就第一个端口的电压呢,与这个 第一个端口的电流的成级 那么加上第二个端口的电压呢 与它这个电流的成级呢 应该等于 这个端口的电压呢 与这个电流的成级 再加上这个端口的电压 与它的成级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电路呢 应该说 我们画出来电路的头呢 是一样的 头是一样的 两个具有相同的头 只是说这个滋路上 性质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你看这个滋路呢 它就是短路 那我们这个滋路呢 刚才这儿借了个电压源 我们换成一个电阻了 那么头是一样的 滋路性质不一样 所以呢它仍然 可以用特勒根定理 也就是说它满足 特勒根定理二 所描述的数学关系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啥呢 我们就可以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狮子 我们再找他们 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么大家再看 那么从这个图上来看呢 图币来说呢 这个U1呢 它就等于两倍的U 哎呀 那么两倍的I1 那么我们把以上的参数呢 也就是不各式呢 把这个有关的 把有关的这个啥呢 素质呢 带到上面这个狮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狮子 得出了这么一个狮子 那么这项再带入有关的参数 那么就求 把这个有关 已知的参数呢 带进去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狮子 那么通过这个狮子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了U1呢 等一幅 哎 U1呢 等一幅 所以呢 看来这个旗呢 应该说是 只要大家 只要大家呢 能看出来 这个电路呢 两个电路 具有相同的头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 特勒根定理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用特勒根定理的书 我们简化了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定理呢 你看 本来应该这个 字路N里面呢 也应该把它 这些字路之间呢 第二个电流之间的 两个对应的关系呢 写出来 但是我们从前面 这个是 从前面呢 这个方程里面呢 这个关系式呢 也这个电路里面呢 我们刚才看得出来 你看 我们两个电路呢 对于这个网 这个不变的 这个网络来说 只要是电阻的 只要是电阻的话 你看 这个字路的 第一个字路的电压呢 与第二个字路的电流成绩 第一个字路的电压 跟电流呢 仍然是arch item 第二个字路呢 第二个电路你看 它电阻呢 不一样 但是电流变了 但是和第一个字路呢 这个电流的成绩 你看 这两个呢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从上面 这个力气呢 我们以后 和这两个力气呢 我们一看 以后呢 我们做起的时候 对于不变的网络呢 我们可以 把它这个关系式呢 不写到里面 不写的 因为你这个网络是一模一样的嘛 可以不写的 我们只是这个 啥呢 只是这个参数呢 变化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写到上面 它符合的数据关系呢 我们写到这个放程里面去 就可以求出了 我们所需要求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 你看我们这个呢 你看 这两个N0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没写 直接写它 这个两个端口之间的 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好 要注意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呢 这个上面呢 又有符号 又有符号 啥符号呢 你看 这个U2和R2 U2和R2 它们两者之间呢 是非关联的一个参考方向 应该 参考方向呢 应该像这儿 所以呢 它又是非关联的 所以我们取一个符号 那么这个 这个U1和 IE呢 和U1呢 又是一个非关联的 所以呢 我们要取个符号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方向 你注意一下 这两个方向也不一样 大家去看方向 方向不一样 我们就取负的 而且我们这样呢 当然我们能看得出了 这个U1呢 跟IE之间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题呢 最后呢 我们尽管呢 只要说这个关系呢 咱找到 我们很容易的能把这个 啥呢 这个数据呢 能求出来 我们最后呢 求出来的是U1 所以呢 这个应用这个定理呢 做这个题呢 非常简单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上面这是特论跟定理 那么特论跟定理呢 只是描述了一个电路总 这个电路总 这个电压和电流之间 满足的一个数学关系 而第一个呢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能量守红的 这个角度上来解释 第二个呢 当然我们就是用逆功率 定的这个角度上来解释了一下 当然我们应该说 我们最好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两个不同的电路 但是具有这个相同图的两个电路 之间呢 应该满足的一个数学关系 数学关系 关键是两个具有相同的图 这一点呢 很重要 所以呢 再一个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注意的 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我们那个定义呢 就是他们两者之间呢 电压和电流呢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 如果一旦非关联的话 你就要取符号 取符号 这要大家注意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看第五个定律 第五个定律 就是四到五节 叫互义定律 互义定律 那么什么是互义性 我们先看一下互义性 那么互义性呢 是一类特殊的 线性网络的重要性质 一个线性网络的 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一个具有互义性的网络呢 在输入端 与输出端的位置互换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呢 并不改变 这是互义 也就两个之间呢 互相换一下 换一下 所以呢 也就是他是这样 大家再看一下这一句话 他说 一个具有互义性的网络 也就双端网络嘛 在输入端 与输出端位置换了 同一个激励 所产生的响应呢 并不改变 也就激励呢 一样 但是响应呢 响应也是一样的 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阻 你把电压呢 从电流呢 从一段呢 流向另一段 或者电流的方向改了以后呢 只要电流不一样 他两段的电压呢 他这个电压的大小呢 也不一样 只要这个电流呢 一样 他电压呢 也一样 只要有互义性的 也就两段呢 这个电流呢 你随便留 从这边呢 留到另一边 和另一边呢 留到这边 它性质呢 它响应呢 并不改变 那一样的 也就是你多大的电压呢 多大的电流 有多大的电压 多高的电压 所以呢 这就是互义性 那么这个互义性就说 我们把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那么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呢 并不改变 也就是 最关键词就是说 我们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把输出 我们把激励呢 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那么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这个响应呢 并不改变 追一下两个位置互换 所以呢 这这种 也就互义性的元件 我们刚才举了个电阻 这就是个互义性的元件 好 那么具有互义性的网络呢 我们叫互义网络 也就互义性的网络呢 叫互义网 互义定律呢 对电路的这种性质 所进行的一个概括 它广泛的应用于 网络的灵敏度分析 和测量计时等方面 所以看来这个互义定律呢 还是有工程背景的 那么这个工程上呢 很有用 那么也就对网络进行 灵敏度分析 和测量技术方面呢 都有用 都有用的 好 那么下面呢 就看互义定律 那么互义性呢 我们刚才说了 所谓的互义性呢 就是 只有互义性的这种电路 如果把响应和激励呢 互换 位置互换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 所引起的响应呢 不变化 同一个激励 引起的响应不变化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这个互义定律 什么互义定律呢 你看怎么定义呢 怎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互义定律的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他说对一个具有 对一个呢 仅含电阻的两端口电路 对一个仅含电阻的两端口电路 其中一个端口加激励 另一个端口呢 做响应 做响应的端口 也就是说 就两端口 现在我们就是四端了 两端口一个 两边两个 一边的一个端口 那么一个两端口的网络 其中一个端口呢 加激励 另一个端口呢 做响应 那么在只有一个激励的情况下 在只有一个激励的情况下 当激励呢 与响应互换位置时 那么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呢 是相同的 那么这就是互义定 那么也就是这个 你注意一下 是一个四端的一个电路 那么也就是两边呢 你比如这边呢 左右两边呢 这是一个端口 左右呢 左边的一个端口 右边是一个端口 它的左边这个端口 比如说它开始作为激励 那右边呢 这个作为响应 那么把这个位置换以后呢 把激励和响应位置互换一下 当然 那么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呢 应该是相同的 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相同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互义定 好 那么这个互义定的呢 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前期桥见 前期桥见 一定要注意 和它的定理的描述 好 那么互义定的 这样说 它是对一个仅含电阻的两端网络 那么对一个两端网络呢 仅仅还有电阻 其中一个端口 加激励 另一个端口呢 做响应端口 也就是这一个端口呢 做激励 另一个端口呢 作为响应 在只有一个激励时 不能有两个激励 在只有一个激励的情况下 当激励于响应后换位置时 那么同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响应呢 是相同的 同一个激励产生的响应相同的 好 这就是 所以一下 这个前期桥件呢 它就说我们这个 仅含电阻的两端网络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电路呢 仅仅还有电阻 其中一个端口呢 加激励 另一个端口呢 加响应 那么我们把激励和响应的位置 换了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产生的响应 一定是相同的 一定是相同的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互义定的呢 有三种形式的第一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啥呢 第一种形式呢 就是激励呢 为电压源 响应呢 我们为电流 我们这次刚才说了 互义定的 对于这个 存电阻电路来说呢 如果激励 存电阻的两端口 如果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产生相同的变 那么我们第一种形式呢 激励是电压源 响应的为电流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两端口 那么这个两端口呢 这个是个 里面呢 是一个线性的电阻网络 线性的电阻网络 那么这个端口呢 也就激励呢 我们作为这个 是电压源 那么响应的是电流 激励的是电压源 响应的是电流 第一种形式 激励为电压源 响应的为电流 这是 这是一个线性的电阻网络 激励呢 为响应 激励呢 为电压源 响应的为电流 响应的为电流 那么我们啥呢 我们在 A头A锁式电路中的 方框内部呢 仅含线性电阻网络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前提条件 对于这个 含有电阻的 线性电阻的网络 但是不含任何呢 独立电源和受控源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前提条件呢 你看对仅含电阻的两端网络 这一点呢 仅含电阻的两端网络 所以呢 我们这内部呢 仅含线性电阻 不含任何独立员和受控源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含是受控源 那这个会议定理呢 不成立了 激烈为电阻源 US 响应的为短路电流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再把这一点强调 它的这个线性电阻网络 这个方框内呢 仅仅还有线性的电阻 不含独立员和受控源 这一点呢 最要 不含独立员和受控源 那么我们这种形式呢 就是我们激烈呢 加的是US 电阻源 响应呢 我们是这个 在端口二呢 产生了一个啥呢 短路电流 那么现在看一下 互一定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响应和激烈的位置互换一下 那么这个刚才是我们 是我们在这个端口呢 加的是电压 那么是 这个激烈呢 是电压源 那么响应呢 是电流源 我们现在把激烈呢 换到这个端口二 那么这个响应呢 就是端口一 的这个短路电流 那么看啊 那么如果把激烈呢 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也就是我们现在把激烈呢 和响应的位置呢 换一下 那么就得到这个图B 这个是我们把激烈呢 和响应的图呢 这个位置呢 互换了一下 那么激烈呢 是一个电源的US 激烈的是电源US 响应呢 为电流I1 大家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呢 那么激烈和响应的位置互换一下 那么你看 互换了以后呢 则两个电路中呢 两个电路中 之路中的电源和电流呢 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呢 其实说穿了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关系 就是响应呢 同一个激烈呢 引起的响应呢 不变化 好 那你现在看啊 那么也就是响应 对第一个电路来说呢 它响应与激烈的比值呢 等于第二个电路的响应与激烈的比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两个字路上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两个字路上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大家把这个呢 关系看一下 也就是说第一个电路的响应 与第一个电路的激烈 字笔呢 等于第二个电路的响应与第二个电路的字笔 就是这个位置互换一下 算了 好 那么下面 那么我们把这个狮子呢 导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狮子 也就是说 US呢 乘上一个IE 等于US帽子 你看 第二个电路的端口的电压呢 与第一个电路的 这个短路电流的乘积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狮子的意义 这个狮子的意义 那么这个狮子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特勒根定律的第二种形式 特勒根定律的第二种形式 我们上面做那个利奇的索引 对于这个存电子电路 我们不算它的这个啥呢 如果我们不算 我们把这个存电子电路呢 我们不要写到方筒里面 就他们两个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端口的电压呢 与它电流的乘积 再加上 这个端口的电压 这个端口的电压 与它这个电流的乘积 因为这个端口电压等于零嘛 我们就不算了 那么应该等于啥呢 这个端口的电压 与这个电流的乘积 这个端口电压也等于零 再加上这个端口的电压 与这样的电流的乘积 所以呢 应该写下了这么一个关系式 写下了这么一个关系式 所以这也是特勒根定理 第二个定理的一种 在这呢 的表现 好 那么这个呢 两个字路上 第二个电流之间的关系 好 那么你看 那么从这个式子里面能看 看得出来 当这个US等于 US帽子也 那么也就是这两个电压源呢 如果相等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电流呢 也是相等的 这两个电流呢 也是相等的 所以呢 这就说明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种话 那一句话就是 同一个机率呢 产生的响应呢 是相同的 同一个机率呢 产生的相同的 也就是说我们机率不变化 响应肯定不变化 机率不变化 响应不变化 也就是当这两个 当电压呢 和电流相等时呢 有这么一个关系 好 这个是咱呢 这个是我们呢 第一种形式 那么但是我们记住 那么永远就是说 这个对第一种形式来说呢 我们这个响应呢 与机率的比值 相等 两个电路 对同一个电路来说呢 它这个机率和响应的比值 等于第二个电路的机率和响应 所以当机率一样的 似乎响应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得出来的结论 好 那我们把它证明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搭器上符合那么一个 就是 就是啥呢 我们搭器上说了一下 它这个特论定理 的证明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把它证明一下 那么 那么详细的证明一下 那么对于投资和投币呢 应用特论跟定理 大家想一下 应用哪一个特论跟定理呢 定理 特论跟定理几呢 显然是特论跟定理二 特论跟定理二 那么 应用特论跟定理二的话 我们一定有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想一下 什么样关系呢 你看 就是这个 第一个电路的这个 自路电压呢 与第二个电路的自路电流的成绩等于零 好 第二个电路的自路电压呢 与第一个电路的自路电流的成绩等于零 这是特论跟定理 好 利用这个定理呢 定理二 我们 如果规定所有自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都去转 关联参考方向 这个我们记住 以后利用特论跟定理 人家规定呢 就是所有的自路和电压和电流的方向 都是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 由于方框内的仅为线性电路 所以呢 我们就有 有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 因为方框内仅为线性电路 所以呢 各个自路的 电压 UI呢 UK呢 等于RK 乘RK UK呢 等于RK 乘RK K等于三道 B 因为我们B桥自路嘛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外面有两桥自路 里面呢 就有 剩下多少呢 B加二桥 所以这个呢 我们在上面那个立体里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已经说过了 那么也就是自路上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好 那么下面呢 再看啊 那么把它们呢 代表 分别呢 代入 特兰根定理 那个上面那个 也就刚才我们上面 那个狮子里面去 有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看 那么UK呢 乘RK 那就等于 U1第一桥自路 乘上一个第二桥 第一个钻口的电压 乘上第二个 钻口的 第二个电路 钻口的电流 加上一个第二个 钻口的电压呢 也就是第二桥自路的 这个电压 乘第二个电路的 第二个电路的 第二桥自路的电流 再加上 这么一部分 好 那么 再把它写一下以后呢 把UK呢 换一下 再把UK换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图呢 再翻过来看 也就是说 这一桥 对电路1来说呢 A图呢 也就是他的这个电压呢 给他这个电流的成绩 再加上 他的电压呢 给他的电流的成绩 再加上整个电路 从这个 他的电压呢 与他的电流的成绩 自路电流的成绩 好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式子 你看 第一个电路的 第一桥自路的电压 和第一桥自路的电流 第二桥 第二个 第二桥自路电压 和 第二个电路 第二桥自路的电流 再加上上的这块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加起来应该等于零 等于零 再看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第二个电路的自路电压 与第一个自路的 第二个电路的 第一个电路的自路电流的成绩 好 应该是 右看 你看戴帽子的 第二个电路的电压 自路电压 与 爱看呢 没有戴帽子的 第二个电路的自路电流 成绩应该等于 U1 I1 加U2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呢 刚才U开呢 我们又说了 它又等于啥呢 U开呢 又等于这么一部分 你看R开 乘R开 好 那么也就是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就是 这么一个狮子了 也就是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团啊 那么也就是 这个钻口的电压 与这个钻口 与这个钻口上的电流的成绩 加上这个钻口的电压 与这个电流的成绩 再加上里面那一部分 好 那么加上里面 就是这么一部分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也应该等于零 也应该等于零 那么也就是 这两个狮子呢 像等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出了 两狮子呢 像减一下 我们就得出了 这么一个狮子 两个狮子向等 那么第一个钻口的电压 乘上一个电流 加上第二个钻口的电压 乘上第二个钻口的电流 应该等于这么一个狮子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 那么 两个呢 向等 也就是 两个向等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 你这个钻口的电压 乘这个电流 再加上这个电压 乘这个电流 等于 这个电压 乘这个电流 这个电压 乘这个电流 等于这两个电压 电流的成绩 那么其实大家一看 大家一看 是啥呢 我们刚才说 这个字 这一条字路的电压 等于0 这一条字路的电压 等于0 也就是说 U2呢 等于0 U1帽子呢 等于0 U1帽子等于0 大家看一下 这个式子 你看 U2等于0 U1帽子等于0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出了 U1 I1 等于 U2 R 好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两个图里面的 你看 U1呢 等于US 对吧 U2呢 等于0 U1帽子呢 等于0 U2帽子呢 等于US帽子 这样的话 我们把带到上面 这个式子里面去 你看 U1 I1帽子 加上U2 R2帽子 加上U1帽子 I1 加上U2帽子 那么带到这 上子里面去 就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你看 0呢 带进去 实际上就是 直接可以写出的 R2呢 比上一个 U2 用R2呢 比上一个US 激励和相应的比值 等于激励 与相应的比值 激励和相应的比值 或者呢 就是这么一个式子 得出上面这个式子 下面这个式子呢 很容易能得出来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 第一种形式的一个证明 第一种形式呢 我们证明了一下 好 那么第一种形式呢 我们 记住啊 这么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它这个端口的响应呢 与这个激励的比值 也就电路 对于这个电路一来说呢 响应于激励的比值呢 应该等于第二个电路的响应于激励的比值 因为第二个电路呢 实际上是激励和响应呢 维持互换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形式 我们下面呢 看第二种形式 这个定理的第二种形式呢 是这样子 它说是啥呢 激励呢 激励呢 为电流源 响应呢 为电压 第一 第二种激励呢 为电流源 响应呢 为电压 响应为电压 那么你看 在头一所思电路中呢 激励呢 为电流源 S RS 响应呢 为 为开路电压 为 为开路电压呢 U2 为开路电压U2 为开路电压U2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种形式 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激励呢 是电压源 电流源 那么开路 响应呢 是开路 电压 那么你看互换激励和响应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 把这个激励呢 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互换了以后呢 这个位置呢 这个电路呢 就如图B所思 那么你看 刚才我们激励呢 在1-1段加 那么开路电压呢 是 R-2段呢 是开路电压 那么我们现在把激励呢 加在这个R-2段 那么1-1段呢 就是它的开路电压 它的响应呢 就是它的 响应呢 就是它的开路电压 响应就是它的开路电压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激励呢 和响应呢 位置互换了一下 那么1-1和响应位置互换 互换了以后呢 仍然有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两个滋路总的电压和电流呢 仍然有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 响应与激励的比值 同一个电路的响应与 响应与其激励的比值呢 这个电路的响应与电路的比值 响应与激励的比值 等于另一个电路 响应与响应的比值啊 仍然有这么一个关系 仍然有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跟我们刚才说吧 也就是说两个呢 同样是响应与激励的关系 仍然有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U2呢 比上一个IS 等于U1帽子 比上一个IS帽子 也同样是激励和响应的比值 有两个电路的激励和响应的比值相等 也就是把这个激励和响应的互换位置 或者呢 我们把两个呢 乘积 你看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 也就是这个字路上的这个电流呢 电流呢 与这个端口的这个电压的乘积 等于这个端口的电压 与这个电流的乘间 应该等于它的乘间 好 那么应该说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次他们互换了 位置互换以后呢 他们一个满足的关系 位置互换以后呢 一个满足的关系 好 下面呢 我们 我们再看 我们说当两个激励相等 响应是相等的 这个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也当US呢 等于US帽子的时候 也就是这两个激励是相等的话 这两个 响应呢 肯定也是相等的 这种 我们把互一定的呢 说的那句话 对于同一个激励来说 响应呢 是相等的 也就位置互换 是位置互换 就是响应是相等的 响应是相等的 好 那下面呢 咱们看这个电流 这个规定的第三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呢 是这样说的 你看 头A呢 这个响应呢 激励呢 是一个电流源 响应呢 荣然是激励 响应呢 荣然是激励 响应呢 是激励 那么对于这个 头B呢 它现在 激励呢 它尽管呢 激励呢 和响应位置化了 但是呢 性质也变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个电流源 我们现在激励呢 换成一个电压源 这个响应呢 是一个短路电流 这个响应呢 是一个开路电压 所以呢 头B激励呢 为电压源 头B激励呢 为电压源 它响应呢 为电压 头B电路呢 为激励呢 为电压源 响应呢 为电压 头A激励呢 头A这个激励 是电流源 响应呢 是一个电流 这个呢 激励是电流源 它响应呢 是短路电流 这个激励呢 它是一个电压源 它响应呢 是开路 开路电压 两个电路呢 是有这么一个关系 尽管激励和响应的 微质变化了 微质呢 互换了 但是呢 第一个呢 激励是电压 电流源 那我们响应呢 是短路电流 第二个呢 激励呢 我们换成电压源了 但是响应呢 从开路电压 你直接 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 电流源 电压源 电流源 电压源 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 好 它们之间呢 这是第三种形式 那么看它们两个之路中的 电压和电流呢 有啥关系 电压和电流之间 有啥关系呢 两个之路中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呢 有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 还是这样子激励和响应的比值呢 两个电路中的激励和响应的比值呢 是相等的 你看 22比上一个US 等于 UE帽子呢 比上一个US帽子 永远有这么一个关系 或者呢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 你这个短口的电压啊 乘上这个短口的电流 等于这个短口的电 这个短口的电压 与这个短口的电流的乘积啊 RUS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特论的定理嘛 第二个形式呢 特论跟定理二那种 满足了数学关系嘛 所以呢 这种关系呢 我们不难证明 关系呢 也就是 只要利用特论跟定理呢 我们不难证明 所以看来 这个特论跟定理呢 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定理 那么这个定理呢 可以对有些呢 对这个电路呢 证明起来 非常简便 非常简便 也就是 我们这个正理呢 定理呢 我们是成立的 那么把它应用的这个电路呢 它这种关系呢 我们很容易的证明它这种关系 或者能得出来这个关系 也就 它就是一个特论跟定理的推广 应用 好 那么也就是 这是它两个电路中的支路电压和电压的关系 好 这是第三种形式 好 那么这是 互议定理的第三种形式 那我们再让呢 再把互议定理呢 再回 回议一遍 那么 所谓的互议 互议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啥呢 这个具有互议性的这个元件 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这个 什么是互议性的元件 也就是说 一个具有互议性的网络 在输入 输出的位置互换以后呢 它同一几率产生的这个响应的不变化 同一个响应 几率的产生的响应不变化 这就是互议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是啥呢 对于这个互议定理 似乎要对这个电路呢 有严格的限制 什么限制呢 对一个还有电阻的两端网络 电阻呢 我们指的线性电阻 还有一个电阻的两端网络呢 它才满足这个互议 也就是它具有互议性 它具有互议性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不是纯电子电路 它可能 它不具有这个互议性 这一点呢 大家要质疑啊 那么也就是说 它不是电子电路的话 不具有互议性 必须是电阻 电路 但是线性电阻电路 但是不含有受控源 和独立的电源 如果满足这么一个关系的话 它具有互议性 那么也就是一个具有 含有电阻的两端电路 其中一个端口呢 是激励一个端口的 作为响应 那么把激励和响应呢 为之互换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 产生的响应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才有这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呢 你看电压呢 是激励是电压 响应呢 是短路电流 位置互换以后呢 有这个激励与响应的笔值 等于啥呢 两个电路的激励和响应的笔值 是相同的 或者呢 就是说 还是满足那个特勒根定理的 第二个 第二个定理所描述的 那个数学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钻口的电压和这个钻口的电流 成绩呢 等于 这个钻口的电压与这个钻口的电流的成绩 再加上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呢 等于啥呢 这个钻口的电压与它的电流的成绩 这个钻口的电压与电流的成绩 容易满足这么一个形式 好 那么 这是第二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 你激励呢 是电流源 我们响应是开路电压 开路电压 如果把这个位置互换以后呢 它容易满足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 它响应于激励的笔值 同一个电路 响应于激励的笔值 这个电路的响应于激励的笔值 等于另一个电路 响应于激励的笔值 好 这是第二种形式 这个是电流 激励是电流源 响应的是开路电压 激励电流源 响应开路电压 那么这是第二种形式 那么第三种形式呢 就是我们激励呢 是电流源 响应呢 是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这个呢 激励很快 我们这个激励呢 是电压源呢 响应呢 也是开路电压 但是不管你激励是啥 我们最后呢 都是这个结论 同一个电路的激励 和响应的笔值 响应于笔值 那么也就是不同 尽管呢 也就是说 只要具有互移性的电路 互移性的电路 两个电路的激励 和响应的笔值呢 应该是一个场所 两个激励和响应的笔值呢 应该是一个 两个应该是相等的 这就是互移 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这么多做形式 包括它的概念 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当然是书记 就是两个具有互移的 也就是一个具有互移性的 这个电路 具有互移性的电路 那么它的激励和响应的 位置互换以后呢 那么激励和响应的笔值 不变 激励和响应的笔值不变 不管你激励是电压源 电流源 降用的是短路电流 开路电压等等 激励和响应的不变 笔值不变 这就是互移定 那么也就是说 具有互移性的一个电路 那么激励和响应改变 位置互换以后呢 响应和激励的笔值呢 不变化 好 这个就是互移定 好 应用互移定的分析电路 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注意的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互移前后呢 应保持网络的 拓破结构呢 不变化 仅理想电源呢 万一 这一点呢 我们刚才呢 看了那几种形式的时候 我们看了很清楚 我们只是把激励 给响应的位置呢 后换了一下 人家电路的其他东西都没变化 而且电路呢 我们刚才说 对电路呢 还有严格的要求的 这个是因为第一点呢 也就是互移前后呢 这个电路呢 网络呢 应该保持 这个拓破结构呢 不变化 仅有理想电源呢 这个位置呢 发生了这个担音 也就理想电源呢 你这激励和响应的位置呢 互换一下 第二个 呼应前后呢 端口处的激励和响应的 急性呢 应保持一致 要么都关联 要么都非关联 这一点我们很重要 也就是说 你在呼应前后呢 端口处的激励和响应的 急性呢 应该一致 急性应该一致 也就是说 你刚才那电流怎么流 现在那电流也是怎么流 急性应该一致 不一致的话呢 那这个呢 那么两个 要么都关联 要么都非关联 那么第三种情况 呼应定理 自适用于线性电阻网络 而且在单一电源 激励下 两个之路上 两个之路电源和电流的关系 也就是支持 也就是在 我们一再说 这个电路呢 必须是单一的 纯电阻的 纯电阻电路 也就是纯的 线性电阻电路 它才满足这个 呼应定理 线性电阻电路 而且只有一个电源 你不能两个电源 必须是单一的电源 纯电子电路 所以对这个电路呢 要求呢 很严格 很特殊 这是呼应定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使用呼应定理 是我应该注意的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呢 还有收空员的网络 呼应定理的 一般不成立 但是我们没说 一定不成立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 还是成立的 在特殊情况下 还是成立的 一般情况下不成立 也就是说 你还有这个收空员 和独立电源的话 一般情况下不成立 在特殊情况下 是成立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是呼应定理的应用 呼应定理的应用 那么我们应用这个呼应定理 来求解这个电路 呼应定理的求解电路 好 那么利益 它让你利用呼应定理呢 求头A式电路总的电流I 让你用一下这个 呼应定理呢 求一下头A式这个电路总的电流I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 先把这个电路看一下 先把这个电路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呢 很简单 就这个三桥子路组成的 你看 第一桥子路呢 是一个四欧米和两欧米的电子串联 再和一个十二欧米的电压源呢 串联 这个子路呢 是一个啥呢 是一个六欧米的一个电子 六欧米的一个电子 这个电路呢 是一欧米的电子 那么 一欧米这个电子上流过的电流呢 是I 流过的电流呢 是I 那么应该说 我们把这个I呢 造为这个I呢 是响应 那么激励在什么地方呢 激励呢 在这12V 这是激励 好 那么这个电路呢 应该说 是一个线性的电子网络 线性的电子网络 那么我们把这一块呢 造为一个端口 也就是这儿呢 造为一个端口 那么把这个12V呢 这个造为一个端口 那么这是一个 加的是一个电压源 这是一个 这个呢 输出呢 是一个短路电流 这就是我们第一种形式 我们给 规定的第一种形式 我们给这两张呢 这边加一个电压源 那么这边是一个短路电流 好 那大家想一下 第一种形式 我们把电压源呢 如果换过来 那么电流 在这一块产生的电流呢 就是 如果把这个12V换到这边 这个端口 这边产生的电流呢 就是12V 就是这个电流 好 那我们把它 按照我们一个思路呢 我们把它做一下 好 根据会议定的呢 把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 那么互换后的电路呢 如图必损失 那么你看 我们把12V的电压源呢 就借到这儿 那么 这样的产生的响应呢 是 爱 我们刚才说了 同样一个激励呢 产生的这个响应呢 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爱呢 就等于电影子爱 就等于 这两个爱呢 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 我们从图必呢 就很容易能得到 这个爱是多少呢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两个电阻呢 是6V 和这个6V电阻呢 一并连 是3Ω 再加上一个2Ω 1Ω 4Ω 4Ω呢 比这个12V呢 一次走路上的电流呢 应该是3Ω 3Ω的话 那么这两个电阻相同 那么这个呢 电流呢 显然就等于 总路上电流的一半 等于1.5Ω 所以呢 我们看 是不是1.5Ω 你看 爱呢 等于12V 持上这个总的电阻 再乘上一个 这两个电阻呢 分压分流 二分之一 等于1.5Ω 好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互一定理呢 就是我们互一定理 第一种形式的一个应用 大家指引 我们把激励和响应的位置互换以后呢 同一个激励 产生的响应呢 是不一样的 也不变 不变啊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说 把激励呢 我们这次 响应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断口 这呢 激励呢 我们作为一个断口 那么这个断口呢 作为断口 我们把这个激励呢 换到这 那么响应呢 做到这 短路 好 那么 那么这个电流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电 很有意思 这个本来我们看来两个 不在一个位置上 但是这两个电流呢 是一样 很有意思 好 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